歌唱是他不便的直至和最爱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具有国际的声望 而歌迷也不限于只有华人 美国祖城Nas Vegas 凯撒宫的主表演厅 是全球艺人表演事业成就的一个指标 邓小姐也是第一位在该厅表演的华人 胸怀千万里 心思细如法 不管是住在洛杉矶 伦敦还是巴黎 他与家国的联系 从来一日也不成间断 孝帝忠信这四个字 他应该是当之无愧 在洛城 他先加强语言方面的进修 后来入了加州大学 选几门自己喜欢的学分来修 扎扎实实的当个留学生 课余之时 他也到纽约的林肯中心登台 到洛杉矶的音乐厅开演唱会 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在街下赌城的邀约之前 邓丽君的内心自我挣扎了许久 抱着既期待又怕表现的不够完美的心情 考虑了几个月 最后在身心都做了万全的准备之下 新人赴约 在当年的赌城华人群里 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 旅居在法国 从前向往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如今都能如愿以偿了 芳华正盛的邓丽君 走得如此突然 令人惊讶与惋惜 内心里忍不住的心情 无改伤与坠刺 把欢乐分享大众 把寂寞留给自己 这两句古老的歌词 是不是就是在形容他自己呢 邓丽君短暂的四十二年人生 却拥有三十一年璀璨的演绎脚印 每一步脚印都有五十一年来做 为他增添光芒 他的歌声和电影 陪伴我们走过漫漫人生的潮起与潮落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它的风采与滋容 在时光自身盼流逝中 犹如鱼音缭绕 长留在我们的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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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